我覺得無痛一定要打 然後我剛生完三個月 第一胎 剛生完三個月 然後我打了無痛之後 就覺得有上天堂的感覺 因為我是提早生 催生 所以我不是衝突慢慢去醫院 我是直接到醫院 然後就是等著塞催生藥 然後等著生小孩 所以我一塞催生藥的時候 那時候就說要一定要打無痛這樣子 然後打了之後 就覺得差很多 因為我在那邊躺了 36個小時才全開 好 躺那麼久 才是妳提早到的 沒有 越久了吧 對 那還好有打無痛 不然我那36個小時 可能就是很痛苦這樣子 對 然後我還在那邊看韓劇 打無痛還可以看韓劇 就覺得 是啊 就感覺真的很輕鬆 連我都想去生 真的嗎 就像那個吃到飽的是不是 對 我是吃到飽 就只要有痛就快加快加 然後最後生的時候 其實也很快 就是我被那個護士 這樣推兩下就出來了 還沒生育之前的子宮 其實就這麼大 一個小拳頭大 這個是側面圖 你可以看到子宮井口 其實是在下面這個地方 但是它的 如果把它翻過來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它的切面圖 其實這個切面圖 你就知道它裡面很小 子宮井這麼小一個洞 到最後你要生育成 那麼大一個洞 子宮從這麼小一個 要變成塞一個小的在裡面 一個像棒球 壘球 那麼大 這個是非常大的 還有我特別補充一下 女王這個故事 其實因為它是催生 以免大家把這個生產都要很久 一般生是 洋水泡就去生了對不對 產照有幾個 一個是破水 出血 好判斷就會來 所以它催生根本沒有洋水有破 沒有 它就沒有產照 所以約定的 這樣觀眾知道 它是洋水都沒破就去等 對 所以時間比較長 而且是三四六個小時 我幫你算一下 剛好韓劇看完 還可以兼聚這樣子 然後又吃飽了 又很有力氣生小孩的 是 我自己是幫我自己太極 所以我太兩胎 都有做那個無通分明的部分 那因為寶寶其實不是很大 所以真的 它就是完全這個過程都完全沒有痛 所以它甚至可以邊自拍 邊自拍自己生產的這個過程 手都很穩 可以沒有手震的這樣子拍 那就是比較好的一個案例 不過就像剛剛那個寶寶醫師有講 就是有些時候無痛那個 劑量也許太高 或者是藥物用得不太對的時候 有時候會造成那個 腳的一個無力 那我之前碰到的一個媽媽就是這樣子 她打了非常的OK 那當然中間有沒有藥的時候 她就是一直要求要加藥 一直要求要加藥 一直到進去的時候 都完全沒有感覺 那其實我們的胎兒監測器 看到有收縮的狀況 我們就請她用力 可是她就沒有辦法 完全配合那一個用力的一個狀況 所以整個外陰就是擠得非常腫 那到後來的話 她還是生不出來 我們都已經威脅她說 再不出來 也許變成是要從上面 不過生了啦 那後來就變成 上面壓 我們底下用 去拉這樣子 好不容易把胖胖拉出來 那當然她那個 因為外面水腫的關係 所以到後來 傷口縫合的部分也比較困難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會 有時候會出現一些狀況 不一定每一次都這麼完美 我之前遇到的case 她是那個高齡產婦 大概她來的時候是第一胎 但是已經39歲了 所以高齡產婦的媽媽 就是有的時候 她們會特別緊張 而且特別怕痛 然後她來的時候 她還沒有症痛很厲害 她就覺得已經天風地裂 然後就來按我們那個 產房的門裡就說 我要打無痛 然後我們就說 妳這個監測完以後發現 她震動也不強烈 頻率也不密集 就說妳這個還不達住院標準 請她回去 她就不回去 她就在那個醫院旁邊的咖啡廳坐 坐了兩三個小時 她又回來說 對 然後就兩個小時 就這樣來來回回 那個咖啡廳 不要點幾杯咖啡了 然後她就不回家 可是她的檢查 就不達這個住院標準 子宮頸也沒開 沒有任何的產照 然後我們給她量這個子宮公說 其實就不是很強 但是她個人的疼痛感是很強的 她覺得說 真的已經很痛很痛 妳們都不了解我 就是那種感覺 到隔天過了一天以後 她又再來 就一直 就有點都已經快要 蹲在地上 就拜託說 我平常真的是不會這樣子 但是我真的痛到受不了 拜託妳們給我收住院 那最後我們受不了 因為她也不走 就在產房的門口 那個長椅上就坐著 然後每個護士經過說 可不可以收住院 可不可以收住院 最後就 最後就躺在那個床上 下次歡迎到我的院所 我們隨時都收 沒有 妳們大醫院的話 她還是有她的規定 那她最後 她就收了住院以後 她這時候才開一子辦 那時候我們的規定 是比較嚴格 就是說還不到兩指的話 不建議她打無痛 那她又很堅持 最後就在那很邊緣很邊緣 快要兩指的中間 我們就請她 那個麻醉科醫師過來打 打完以後 她人就好像開花一樣 就從前面 就是我們護士都 不敢去接觸她 因為覺得她很毒 就不行 然後一直要用 然後大家不敢接觸她 到最後她還跟我們道歉 道歉說不好意思 我昨天真的很失態 我平常不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就變成好像上天堂 人都像開花 你去找應該給她用針了對不對 對 但是就是 她還沒有達這個標準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會有一些 法規上限制 對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 因為她是高齡 她本來 平常也不做運動 所以她在最後 她快要生的時候 她就沒有感覺到痛覺 她就說 我感覺有一點悶一下 然後我們請她用力的時候 她的 因為她悶一下的時候 那妳用力 她就抓不到那個感覺 所以最後她就有點配不上 配不上她當然擠不出來 擠不出來 最後還兩個護士去幫她壓 壓下來 所以壓得比較大力的話 裂傷也比較大 我有遇到真的就是那個 媽媽生了非常多個 她又是老大 等於第一個來代表生產一樣 然後她媽媽那一代的姐妹們 也沒有這個無痛的選項 而且都很會生也很好生 所以一直來她就說 這個生產不用打無痛 而且那個就是說 那個打無痛 還聽到別人少數 遇到一些併發症 所以下午她來 她就是堅持不打無痛 然後家人也有陪著她一起來 所以好像有一點監督她一樣 要讓她當表帥一樣 但剛開始是真的不痛 但其實一到晚上 其實開到那個 我們所有的兩指是 4公分以後 真的痛得就很厲害 開始已經5分鐘來一次 那個30秒到那個60秒的痛 但她真的是很誇張 痛得大叫 所以那個產房還沒進去 你就會聽到她的叫聲 然後隔壁床也會被嚇到 甚至她會抓的 會那個痛 她會亂抓 我們以前有時候我老 我回家我老婆說 你發生不事 其實有時候被孕婦抓傷 真的真的 對 先生也是 後來家人看了受不了 我們要查內診 她整個都是夾住的 根本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所以後來是真的 反而是先生求我們說 給她打 其實她還是說她忍耐 但真的這樣下去 整個體能消耗掉 而且真的少數也會造成 寶寶這些 打上之後真的就平安 隔壁床我們產房護理師 我們醫師也可以好好睡覺 然後一早就很順利自然神了 所以無痛分娩還是救了很多人 像因為很多媽媽懷孕沒有經驗 然後又沒有辦法一直問醫生 所以他們就會 爬很多媽媽論壇 然後媽媽論壇上 其實對無痛分娩 有很多奇怪的謠言 比如說像之前有一群媽媽 就我朋友他們就是堅持 不要去用無痛分娩 因為他說很多媽媽就是 用了無痛分娩之後 然後就有 然後生產完以後 什麼椎間盤突出 都是因為打那個症 我直接補充 大概無痛分娩的三大謠言 第一個 其實我們共通的經驗是不會 為什麼 你比較不痛的時候不會亂用力 甚至我們比較好加藥 所以產成其實是不會變慢 第二個 剖部產率會不會增加 王立民他們自己做的研究 已經證實 無痛分娩其實有助於 產成的進展 現在剖部產率是不會增加 第三個最大的謠言 就是 其實人的 腰痠被動就是 如果是 婆婆生產半生麻醉 就怪半生麻醉 如果是自然生產 有無痛分娩 就怪無痛分娩 如果什麼都沒有打 就怪老公在旁邊沒有賠 對 最後就會怪到 對 還有小孩太重 抱小孩太累這樣子 那個腰痠被動真的是 頭整個壓迫到整個脊椎 那個真的要好好休息 然後加上藥物是會好的 因為我們是做節目 發言的事物 副產科醫師 那到底大家存一存在 你說他是藥 那有沒有一點點缺點 在這個打的時候 如果打錯藥 也是有危險的 其實在 你說過敏的 打進去的藥萬一弄錯藥 其實在若干年前 在中部曾經有這種 其實連續兩個才麻醉完 媽媽就突然死掉 因為後來證實他打的藥 其實在冰箱拿錯藥 所以光打錯藥這件事情 是會死人 但是我必須要講 如果在好的規範管裡面 其實沒有打錯藥 這個事情就先不要算 風險的確是存在 可是你要想全世界 這麼多的注射次數 就跟搭飛機一樣 對 機率不高 但是有風險 但是第三個我要提到的是 無痛分娩 這個地方打的是有一個 叫 就是打的那個針很細 有時候萬一 穿過去一點點 有一些 所以有的打完以後 隔一兩天 它的確有一點頭痛 那個就是你脊椎液 稍微露出來一點點 其實這種是可以改善的 在麻醉科是小事情 它只要抽一點的血 補到那個小的漏洞 補起來 液體不要再露 頭痛就會好 好 來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好 媽媽最害怕產後 然後私密處問題多到難以想像 其實我們最常遇到的 我的悶人最近常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 自然生產是不是好 答案當然是好 可是畢竟有時候還是有 有時候還是有可能縫合 偶爾還是會產生疤痕 所以我最近有兩位 其實一例來是怎樣呢 他之前在那個醫院 其實生完以後 因為不太會用 一開始也不用特別注意 可是三個月以後 他有光要開機的時候 他好痛 結果原來是怎樣呢 他的傷口其實有點疤痕 可是疤痕 肉眼看不出來 其實我們在觸診的時候 就發現那疤痕的反應 還滿大塊的 像這個個案就比較特別 因為疤痕範圍太大了 就跟我們手上傷口有疤 如果真的不行 只要把疤切掉重切 這個case其實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給他一些藥物 沒有改善 後來是那個 果然之後一小段 其實大概就跟生產 再切一次一樣的概念 其實對他來講反而是解脫 因為這個之後 復原很快 一個禮拜以後就好很多 一個月以後開機 他三個月以後 又去生了 懷了下一個 就像你剛剛講 這麼痛苦 怎麼還會想要再生一個 對 你知道有時候 自知死地而後生 所以又生了一個 那第二個個案 其實比較年輕一點 可是來的時候 他也是這麼疼痛 就原來也是有疤痕 可是疤痕就比較淺一點 所以我們打一個除疤症 在那個地方 讓疤痕軟化一點點 很有趣 他後來勉強開機 就好很多了 就好像那個疤症開了 兩三次以後就好了 半年以後 又忘了 又懷孕又來 別忘了訂閱我們 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